想不到的明星初恋 大多数已经物是人非了 当年隋俊波一进校 就吸引了近东的注意 一个婷婷玉立一个高大帅气 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不过这段感情在毕业的时候 戛然而至 两人各本虔诚 自然而然的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当年两人因戏生情 甚至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不过樊一敏嫌弃吴京没前途 要等他赚够500万才下架 结果吴京拼命拍戏的时候 樊一敏却转身棒上了富豪 背叛了这段感情 路易田海荣 路易在认识爆垒之前 曾和田海荣有过一段长长的恋爱 那时候路易封华正茂长相非凡 还是颗冉冉新奇的新星 田海荣爱到无法自拔 只可惜路易的父母觉得他太强势 事业心太强了 怕路易把握不住 两人的感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李晨李小璐 当年李小璐才20岁 贵为金马影后的他 在剧组认识了李晨 两个年轻人一来二去走到了一起 情动时李晨甚至在大腿上 闻了个路字表忠心 不过这段感情并没能长久 分手很多年后 这段尘封的往事才被曝光 看到如今李小璐的境遇 李晨应该很庆幸自己没娶她吧 新百青朱圆圆 还在中系上学时 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彼此都是对方的初恋 当初新百青对朱圆圆一见钟情 经过13年的爱情 长跑才修成正果 一牵手就是一辈子的爱情 在娱乐圈实属难得 虽然夫妻俩都没有大红大字 但红不红并不是头等大事 一家人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 这集对隐藏的明星初恋 你最希望哪一对修成正果呢